而慈善歌后 詹雅雯在耶誕節 將在小巨蛋開唱 外界除了期待他的歌聲之外 也非常佩服他的勇氣 因為詹雅雯在去年公布罹患 帕金森市症之後 他經常在臉書分享 對抗病痛的過程 這一次他也接受 我們華視新聞的專訪 他提到自己的病程加快 像是如今在地上看到色塊 他不敢跨過去 也很容易跌倒 甚至忘詞 甚至拿麥克風還會顫抖 但是他不怕開演唱會 他也在節目獻唱他的新歌 他說過去因為自己不是男生 加上媽媽生他的時候難產 所以很自責 覺得父親不喜歡他 不過在生病期間 父親給了他大大的擁抱 對他說辛苦了 以後要好好照顧身體 這句話也讓他淚崩 晚間七點 詹雅雯抵達華視大門 他雙手核實 步伐謹慎緩慢 走進新聞部 一身打歌符很亮眼 罹患帕金森試症後 原本就嬌小的他更加瘦小 詹雅雯接受華視新聞高峰會專訪 和主持人陳雅玲一見面就相擁打氣 二零二零年他暴瘦八公斤 就醫檢查後才確診病情 從此人生一百八十度轉變 得知罹患帕金森試症 詹雅雯當下把自己鎖在家裡一個月 是家人的關心讓他打開心房 如今詹雅雯的左腦中度萎縮 拿麥克風手會抖容易忘詞跌倒 但他仍決定聖誕節要在小巨蛋開演唱會 節目上也大秀美聲 阿三里的我表心底下 全地頭問別為誰人老 用歌聲傳遞正能量 張雅雯勇敢公開疑患帕金森試症 不為人知的病痛折磨和心境轉折 長期投身公益的慈善歌后 這回要告訴觀眾 要懂得更愛自己 華視新聞台北報導